《溫碧霞·密德和》出席《小女孩重影活動》 這部戲是Irene的出道之作 不僅令她一炮而紅 還入圍了第二屆金像獎最有前途新人 今天最主要是 都想回顧自己第一部電影 因為這部電影影響得很重要 我拍了《小女孩》這部電影之後 我覺得我的生活完全改變了 因為第一次拍電影的時候 那種感覺已經愛上了拍電影 很享受演出一個角色的感覺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已經跟自己說 要定下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員 反而拍了電影之後 我覺得自己是定性了很多 這麼有紀念價值 有沒有想著包場請朋友來支持一下 今天好像也有很多人上來看 但好像也不夠飛 但見到很多人很著躍 因為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而且事實上真的拍得很好 因為我很記得當時 第一部電影已經是拍現場收音 而且還有很多場戲我們偷拍的 是呀 很多場戲是偷拍的 所以拍出來是很真實的 是 這部電影是很寫實的 而且我覺得是經典 是很醜的 謝謝大家 走開 是 每個年集中 都要學過 都要做 麻煩 明天 太陽